日本著名的反诈县长是被搞的还是咋的 总之反诈小活动被商家禁止进入 说会有危险发生 不是他危险 一会儿再说 这县长咋的事呢 天上天正好有粉丝问了 就是兵库县的县制式 齐腾元宴 正经是火的小半年了 天天就是往死里整啊 现在舆论还一边倒地骂他的 这次出的是啥事呢 兵库那边有个勇望小镇 这次是个反诈为主题的小活动 有节目有小摊有舞台 正是我们齐腾之势 努力搞的事业之一 准备是参加来着 结果勇望那边 负责人突然来电话说 禁止县长入内 啊 负责人们为啥呀 都说县长出席后会引发骚乱 产生影响 产生危险 不是县长危险 是怕客人受伤 然后再就是怕有人组织去骂人 然后再把我们客人踩踏了 所以他到底干啥呢 咱们看一眼履历 他在任期间各项举措都没有大毛病 甚至说干的不错 2002年从东京大学毕业 东大经济学部 从政了 经营出身嘛 当时就被老一派的那个政治家 不接受 排挤 这也看出了 有老哥问外国人在日本会不会受排挤 这土生土长的日子的人都被排挤了 他们是排外 不是排骨 只要跟自己不一样 你全排 扯远了咱往回说 总之他是慢慢往上爬 成为了兵雇县的县制室 主抓财政 什么企业联合呀 推进教育啊 干了不少大事 随后时间线来到2024年 自我了结式的攻击来了 他手下有一个说被他职场霸凌 然后郁郁了 自己走了 以这个为导火索 然后各种事给他定了七个罪状 主要的攻击的点就是职场霸凌 还有是要求企业送礼 然后秘书也反水了 还是被收买的 不知道 总之有个不当发言的录音 大约一千条左右 比如去某地出差 他说哎呀 你们特产这个红酒啊 不错 以后要是有机会啊 是不是 暗示企业贿赂 就这类的一千多条 正经是折腾了半年 最后判定啊 不构成半年 呵呵呵 没毛病 然后要求企业送礼呢 是要求的样品 帮助企业推广的 都在公共仓库里的没动 虽然是还的清白的 但是多少次都被无数人要求辞职 他说我不辞职 其他的事都更没边了 已经查明了 安心归队 虽然是归队了 但是身边的人 附近的人还是在使绊子 某共产阵营的市长表示 齐腾之士啊 虽然证明没犯错误 但是被卷入了这么多严重的事件 那藏羽不定无缝的蛋吗 这样的情况下 怎么有办法和我们其他的官员 培养信赖关系呢 这样的话 我们的组织就会一直处于不健全的状态 还是辞职比较好 我不辞职 上班 继续PR 然后某自由民主这样的 而对于红酒的事给出了解释 他说这是县与县之间互换特产 这是从之前的知识就留下的传统 属于是正常的社交礼仪范围内的 同时也可以作为地区产业振兴的宣传 你就退一万步讲 这也是县和县之间相互收礼物 而不是进了齐腾他的兜了 这样解释你们满意吗 那自然是不满意了 满意的话 这事也不至于写上来 最后就是齐腾最关心的一个项目 90后年轻人支援项目的负责人 小乔同学 表示目前政务繁忙 再加上这些事 我请辞 降级去别的地方 从特别理事 直接降到部长 逃离了 在地儿待不下去了 目前是发展到这了 别看那老兵库地方不大 钱不多 打的是真乱的 要是再有啥大变动 再给大家更新 没啥大事就不落了 基本上是属于手段进出的 没录下来 超给了 然而是 可不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感谢观看